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 颜长官 不能这么做呀 千万不能这么做 起来起来 快起来 杨司令 让大家起来说话吗 大家起来说话吧 王军长说得对 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 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颜长官 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 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死吗 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 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 我都敢去死 你们就不敢 我们不是不敢去死 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 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 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 赤化我们的政府 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 蛊惑群众 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所以我们不能死 你也不能死 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 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 山西是咱进随军的山西 好 那我就听你的 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 你来打日本人 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呢 你们啊 最大的弱点 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 我给你们发毒药 谁让你们吃了 我那是给报纸 给老百姓 给青年人 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 这是表示我们抗日的决心 这是心理战 回去以后 接着眼 明白吗 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 要学会 让别人替你拼 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 你们哪 就做的样子就行了 是 是 我有话要跟你说呀 小张炮 你现在可是团长了 不同于普通士兵 我们的战部 不光要带兵打仗 还是要交兵御人 交兵御人 是 市长 我也挺想学学问的 可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从小就在家放牛做工 读不起书啊 后来参加革命了 这想读也没有时间啊 我教你个方法呀 你每天啊 认字五六个 十天下来 就是五六十个 一百天呢 五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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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下来不就是一千多个字 这三年下来 我保你认识三千个字以上 三千字以上 三千字以上 过去啊 考个秀才 要求也就是个三千字 你今年二十三岁吧 是 二十六岁的时候 你可就是一二九十的大秀才了 对啊 严长官 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 来加入我们山西抗战啊 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谈军务呢 严长官过奖了 我是来听命的 本师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 这次北上路过太原 特来拜访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来 走走走上茶 上茶 一路辛苦了 喝茶 喝茶 好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五万兵力 来攻打我们山西 我们二战区投入了八万人的兵力进行防御 前级总指回位李皇将军正在前线作战 欢迎贵师加入啊 本师赶来前线啊 就是为了配合友军作战 只剩我们的武器太少了 两个人呢 才使一杆枪 弹药更是齐缺 平均每人不足十法呀 多少 两人一杆枪 十法子弹 哎呦 这这么大鬼子 真是难为你们了 所以啊 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 没有 没有 你看是这样啊 跟你说实话 我们的弹药啊 全都发完了 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 想抽都抽不出来啊 监长官啊 一点不补充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这也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啊 是啊 这是有规定的 一定按着规定办 可是 我这样啊 不瞒你说 就前一阵子 洋房口有一个军械库 这军械库 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 哎呀 前不久啊 被日本鬼子给端了 这是淡尽良绝啊 真是把我给气死了 现在真是没有啊 哦 监长官 我们刚来山西 总要给我们画块地方来安置商园 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吧 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 平行关这一仗 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 你这个刘破城更不账 所以啊 仗打好了 那就什么都有了 哦 监长官 你是知道的 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 我不出来山西 你得支援一下啊 打 打仗 还有地图啊 哦 我跟你说啊 在我们山西 我在这部下啊 没有一个用地图的 我们禁随军的军官全这样 他们是凭什么 凭的是熟悉地形 他们是这样打仗 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啊 哦 没关系 既然你这儿没有 那我们 只好打败日军 从日军那里啊 缴获地图了 哎呀 八路军啊 真是有方法呀 好啊 告辞了 我承秀 我盐西山 愧对你啦 没关系 市长 快 市长 市长 我听说你来向盐西山要武器装备 情况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哭穷啊 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 他们什么都不给 有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 他们也不愿意给 盐西山这个老滑头 我还听说他要溜 让咱替他打仗 嗯 他们呢喊着要保卫太原 喊得很响 但我看啊 盐老星已经做好了向何西搬家的准备 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 威烈皇将军正率部坚守心口 可惜啊 他们只知恶烟不知父辈啊 市长 啥叫恶烟父辈啊 恶烟就是要坚决守住心口 娘子关两处要冲 父辈呢 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 国民党军队在心口和娘子关 担负恶烟的任务 是正面的防御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你们团去配合有军正面作战 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 先机打击从燕门关向心口前进的日军 好 那我们马上出发 我马上啊 要到舞台山去开会 你率部队单独行动 你一定要大胆谨慎 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 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 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市长放心 我们团一定抓住战机消灭敌人 出师必胜 让阎西山看看我们1290的战斗力 记住要有足够的信心 国民党军队方面 从人数上已经超过了日军 只要我们部署得当 取胜还是有可能的 你抓紧时间 组织好队伍准备出发 是 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是 心口部防 可以被称作三株串线的 野战防御阵势 具体讲 我们在云中河 到大白水一线 将部署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 形成中间兵团 主要防守心口级左侧穿道 在大白水到南域一线 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 形成右翼兵团 不知 监长官有何高见 好好好 请坐 这样 就形成了 以心口为周心 左右连接着 云中山 五台山的 一个横面防御阵势 但是 这个作战方案 是正面防御不防 可请周先生 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 请 监长官 我们要先回去 向诸德总指挥报告 然后开会研究一下 尽快报 战区司令部 好 好 这次是 大家的智慧 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 再说 我们的防御 可以说是 固若金汤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 我们就不改了 不改了 所以啊 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 禁失聚 退 失险 邪 不能出击 低利的优势 发挥不及一半 我看博城的法言 最值及要点 这个阎老心 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 这些现代化武器 作为考虑重点呢 博城 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钻 我们想听一听 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 要改变防御系统啊 将单纯的横向防御 改为横 纵 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 新口地区是三山加两口 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 如果日军进入 必将三面海岛 无法兼顾 横 纵 斜 三个方向的攻击 那兵力结构 怎么改变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 在正面 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 而将主力 隐蔽在能够激动的位置上 形成突击之势 另外 在武台山和云中山 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 席敌策后 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我看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 尽快报 战局指挥部 不管他 岩长官 还是魏长官 听不听我们的提议 我们都要力劝他们 调整战略方针 这个岩老仙 对八路军 太吝啬了 武器装备不给 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是啊 他们没有全局观念 我们不跟他呕气 不正左权 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 尽快报 战区司令部 班园郡 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 绘制了燕门关到新州的地图 沿西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 虽然聪明 但是 他防御师 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 防御师只考虑到人防 一线防 没有将横纵 前后考虑进去 所以呢 他不是你班园郡的对手 严老心虽然古板传统 但蒋介石派来的 魏力皇 黄烧红 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魁 据情报报告 刘伯城 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 还有周德彭德怀 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 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 明天一早 我的二十和一零八十团 就要进军娘子关 连防八路军 靠近娘子关 你拿下心口 我拿下娘子关 我们再合力 围攻太原城 就变得容易多了 你好 周公 徐将军 你好 周公啊 我发现你每次来 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 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啊 咱们商谈合作 共同抗战 我可有言在先 不能挖我的枪脚哦 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 徐将军来 是向你汇报 新口部署调整方案的 要调整啊 好 请坐 好 请 来来来 好 上场 来 坐 请 这个要调整 难道 我们拟定的方案 有什么问题吗 院长官 这是我们八路军 1290师长刘伯承 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 请您过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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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公啊 这打仗和走路一样 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 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 是不是啊 对啊 对啊 威力皇将军 现在是新口前敌总指挥 我把这个方案 转达给他 院长官 这关系到新口防御的成败 嗯 茶漏不绝 方能保证全胜啊 嗯 大战在即 不能说丧气话 不能说丧气话 这样吧 我一定会 会把你们的意见 还有刘将军的方案 转达给威力皇将军 你看好不好啊 那好 院长官 要快啊 你看这儿 报告 是院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走 卫长官 嗯 院长官派人送来一份 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好啊 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 如果这样部署 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 好 真是异于提醒梦中人的 哎 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哦 刚才院长官派人送来的 听说这份报告 已经报到院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好几天了 好几天了 走 喂 我是郝孟林 日军已向我放阵地发起梦空 哪个方向 他们的进攻已经被我放打退 目前已经转向南淮化方向 那里是有正面部队 一旦这些兵人去攻下 那我把 奔惨了 魏长官 你可以一定想想办法 何军长 我命令你调一个式的兵力 加强南淮化阵地 给我记住 一定会刻意上去 打敌人的右翼 是 原地 快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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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君的飞机来了 快原地 快原地 我到战航里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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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了 把他给我 弟兄们 我在出征之前 你在家中写好遗书 无灭日寇 绝不生还 今天与诸位同手阵地 绝不后退半步 我若后退半步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可以立刻把我枪毙 同样 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谁胆开后退一步 我也立刻把他枪毙 明白没有 明白 我们要用阵地共存亡 1937年10月16日 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眼部下 倾全力向心口阵地发行猛攻 面对强敌 陶梦林毫无聚色 亲临第一线指挥 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一昼夜 近一手十三次之多 混战中 混战中 军队梦林毫无聚 军队真是厉害 我们打不准 够不着 一天有几千冠兵 被狄击炸死 十块心头大患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 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 才敢侵略战中国 好样的 好蒙林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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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快 都跟上 快点 快跟上啦 你进 进闭 复党 拜 三营长 船长 你看这飞机 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散的 同志部队 加速前进 尽快找村庄弄吃的 快 好 同志们 继续前进 集合 快点 集合 快 快 后部长 跟上 赵重总 团长 离信口还有多远 还有六十多里 六十多里 团长 前面好像是国民党军驻地 团长 国民党军队 嗯 兄弟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你们长官呢 走 你们是从新口前线下来的吗 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 共产党 别激动 我们现在是远军了 一同上前线打鬼子 哦 就你们也能打鬼子 那天上的飞机 就像长老眼睛似的 一轰一个准 一扫一扎片 那你们是怎么跟鬼子打仗的 打仗 那飞机炸完了之后 全团人就剩几十个人了 什么他娘的司令长官 我们这帮当兵的 吃粮当兵 拿响打仗 刚发了六月份的钱 现在让我们打十月份在这儿 你说这让我们怎么打 本来啊 还想借点吃的 看来 找错人了 找崇德 到 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咱们呢 到前面找吃的 是 团长 是 团长 小伙子不错呀 这么年轻当团长了 怎么了 我这个团长 是带同志们打鬼子的团长 行 你有种 走 我们进村里看看 快呀 乡亲们 快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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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大家都蹲下 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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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那边找找吧 好 走 好 警长 没找到粮食 这里的老乡 好像刚刚逃走的 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再找找 怎么样 没找到 没找到 你 还有你 你们两个 去那边看看 看看有没有粮食 快去吧 都仔细找找啊 好嘞 好 你吃什么呢 吃什么呢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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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知道大家都很饿 我也饿啊 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 不能吃啊 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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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们找到粮食了 找到粮食了 找到粮食了 营长 你看 我出来了 我下去 来 等等 这年头 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 这帮禽兽 除了护坏老百姓 还能干什么 老子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你别拉着我 你别拉着我 我能去啊 我能去啊 别拉着我 放手 团长 团长 两个人到了 有吃的呀 有吃的了 两个人到了 辛苦辛苦 有吃的了 怎么能到的 这些呀 是在一个地窍里找到的 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是 就弄到这些了 给同志们分一分吧 行 大家平均分配 一人一点 让战士们冲击 行 来分吧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飞一下 你们两个 跟我过来一下 来 好 这边 来 你们两个 一会儿带几个人 跟我去侦查一下 我怀疑这附近呀 有日军的飞机场 飞机场 你们看 一会儿的功夫 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有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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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是钱啊 是钱啊 还有个纸条 是啊 我又不认识 走 咱们问问四叔去 走 走走 老乡 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 借了你们的粮食 这是我们全部的钱 不知道够不够 如果不够 你们就拿这条 来八路军 一二九十七六九团三营找我 差多少 再给你们补上 我叫赵重德 这八路军是啥军啊 咱都没提说过 前阵子 我在报纸上看过 好像八路军 是共产党的红军 改过来的 红军 红军我知道 前阵子我去过陕北 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 不抢梁不抓钉 不抢梁 不抓钉 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走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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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不错 是日本人的飞机场 这日本人真会选的地方啊 快 看看到底有多少架 把位置图够划出来 好 你看 好 过去 看 看 你慢慢过去靠近他 看他是不是鬼子在这儿 去 把他抓过来 好 好 老乡 老乡 别怕 老乡 别怕 别怕 老乡 别怕啊 我们是八路军 不打老百姓 别怕 老乡 问你个问题 你住哪儿啊 我们之前不是苏狼口村的 苏狼口村的 苏狼口村的 你干什么的 我是给黄军修机场 通知跑出来的 修机场 大家看 这里 同志们 根据这位老乡 给我们讲的情况 机场内只有一百多日军 有战斗力的呢 也只有六七十人 而大部分 都在阳鸣铺 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 所以啊 我们要想拿下阳鸣铺 炸掉日军的飞机 只能在晚上行动 并且必须阻断敌人 向机场的增援 没问题 没问题 保证效应是什么鬼子 好 有这个信心就好 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 是炸过机场 所以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 一定要阻击 从阳鸣铺派兵支援的敌人 一营为总预备队 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 阻击任务 我率团直属队 为三营的预备队 保证攻打机场 万无一失 是 团长 我们一营的弹药太少了 现在可打的子弹 不足两千发呀 赵冲德 你们也有多少发子弹 差不多 三千多发吧 你们呢 手榴弹多少 算上屠手雷 我们有一千两百多靠吧 好 那我看这样 三营拿出一千发子弹 给二营 二营拿出一千颗手榴弹 支援三营 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 是用手榴弹 炸日本人的飞机 赵冲德 我命令你 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给我结束战斗 炸不完 你也要退出来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只能阻击日军两个小时 不然 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刘市长跟我们说的 用最小的代价 获得最大的胜利 现在我们最珍贵的 就是战士 所以 你们每一位指挥官 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 谁的牺牲最大 我拿你们试问 听清楚了吗 你们谁炸飞机 我们 怎么了老乡 您不要炸炸楼上 楼上 飞机还有二层楼啊 那个开飞机的 不都坐在楼上吗 大家都别笑 老乡说得对 那叫驾驶舱 不不不 我们都叫楼上 好好好 楼上楼上楼上 好楼上 团长 团长 一个老乡点名要借赵营长 找我 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 没给够钱啊 团长 我身上所有的钱 都留给老乡了 管理员 走 拿上团部的钱 去补给老乡 是 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好 你是来找赵冲德的老乡吧 是是是 他 他人呢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 没有给够钱 要多少 我来补 来 管理员 什么呀 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 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送粮食 是啊 等一会儿 等会儿啊 来 把粮食都拿过来给巴洛军送过去 跟上都跟上 快 这 说实话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 不伤害老百姓 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 这是我们村里面 藏的这些粮食 都给你们拿来了 要是不够 再跟我说 我去给你们搞 行 好 有乡亲们的支持 有老百姓的帮助 我们一定打不好小鬼子 战士们 拿粮食 是 是 行行吧 把粮食都捞过来 老乡 来 给我吧 来 你把钱算出来 给老乡吧 别忘了 明白 老乡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老乡们 下面 由我来下达 夜袭阳鸣铺机场的战斗任务 由三营 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 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 靠近机场的时候 不能有一点声响 不能有任何火光 请团长放心 三营全体指战员 保证完成任务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 由二营 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 保证完成任务 一营为总预备队 战斗亦打响 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 给我炸掉 保证三营的侧候安全 同志们 我和刘市长分手的时候 他语重心长地嘱咐 他说 咱们一二九十抗日的第一仗 就全靠你们团了 同志们 有心心将敌人的二十四架飞机 都给他断了吗 有 好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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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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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